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我一个姑娘在外面工作有多么的不容易 一个字的劝说我让我回家乡找个工作 其实刚开始听到这话我还是挺诧异的 毕竟从小我和母亲的感情也没有多么的深厚 其实当初离开家乡到别的城市找工作 也不过是想要离家远一些 让自己的耳朵能够清静些 当然这也是母亲的意愿 她说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 其实自从我上了大学开始 母亲就把我的房间改造成了储物间 在大学一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那段时间 母亲话里话外嫌我在家里吃闲饭 虽然当着父亲的面 母亲说的话还有所收敛 不至于那么的难听 可是这是从母亲的嘴里说出来 那时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以前听姥姥说过 母亲之所以不待见我 可能因为第二个孩子还是姑娘 因为这事儿 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没少受公婆的责难 轻力之间又看笑话 母亲将这一切的根源都归咎于我是一个姑娘 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很严 母亲面临被罚的风险生下一个丫头 失望程度可想而知 其实从小我就处在一个散养的状态 小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 家中还有一个姐姐 母亲当时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照顾两个孩子 或许就是因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长 母亲对待姐姐的态度和我可是天差地别 姐姐可以说是千骄万重长大的 别看我们都是女孩 听说小的时候母亲找人给我们算过命 说姐姐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的太太命 命中带金 这对于母亲来说 大姑娘可是宝贝 虽说家里没有公主的条件 但也要尽全力创造公主的生活 记得就连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其实依当时的家庭条件 对于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并不是很宽裕 可是母亲还是要让学习成绩并不高的姐姐 花高价读艺术专业 用母亲的话说这是教育投资 姐姐从小就要培养贵族气质 而在我的专业选择上则必须选择学费低的专业 哪怕我的高考成绩当时已经超过重本线 为了省钱也必须报考本市的二本大学 其实对于这些倒没有什么 只是觉得寒心的是 在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年 母亲就把我的房间改造成了储物间 那时每到寒暑假 我就觉得时间特别的漫长 回到家里没有地方可以待 和姐姐挤在一个屋子里 总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争吵 母亲总是偏帮姐姐 而父亲基本上不参与我们姐妹俩的争吵 用母亲的话说 不如利用寒暑假多打一份工 这么大的人了 不会为家里减轻一份负担 基本上上大学后 我就一直住在寝室 和母亲关系恶化 其实还真是因为姐姐交往的男朋友 记得那时我刚大学毕业 一时没有签到合适的工作 在家复习事业单位考试 那时正巧姐姐将男朋友带回家见父母 听说姐姐领回的男朋友是一个富二代 年纪轻轻就靠投资赚了不少的钱 要是看穿着 确实像是一个有钱的人 当时那个男人带回来的礼物 看似很高档 这不把我的父母哄得高高兴兴的 用母亲的话说 姐姐真是大富大贵的命 命中富贵 挡都挡不住 或许我的想法从小就注重门当户对 真要是有钱的富二代 说句实在话 自家的门第还真是高攀不上 我从来不信一见钟情 非你不可的感情 而且不是贬低姐姐 姐姐除了长得漂亮些 真的没有感觉有什么出众之处 姐姐不过是在本市一家大型的商场 担任售货员 卖些高档的服装 说是认识的男朋友 也是男友到商场买东西时认识的 既然姐姐合乎心意 作为妹妹我是不可能提出质疑的 但却不认为这个男人是姐姐的良配 甚至有好几次在无人的场合 那个男人总是有意无意的说些挑逗的语言 甚至是一些暧昧的动作 先不说这个时候 那个男人正在追求姐姐 就是陌生人之间有些玩笑 也是开不得的 何况我还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姑娘 我本来好心的想要提醒一下母亲和姐姐 没有想到那个男人反咬一口 说是我的行为不检点 更为可笑的是质疑我的家教 母亲怕到手的金龟絮跑了 甚至当着外人的面将我一顿打骂 说我不知廉耻 为了嫁入豪门 连姐姐的男朋友都不放过 总之当时的话不是很好听 记得母亲的原话 事业单位哪那么的好考 成天在家说是复习 不过就是逃避就业的压力 有这个时间勾引姐夫 还不如出去找工作呢 母亲和姐姐的眼神 像是在看一个侵略者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这个家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与其在家彼此猜忌 还不如到外面闯荡呢 过了两天 我就拎着包离开了家 走的时候也就父亲去火车站送了我 给了我一笔钱 自从离家后到前些日子 我也一直就和父亲联系 现在我在天津找到了一家建筑公司 担任会计 和我大学时学的专业很是相符 虽然平时比较忙碌 基本上每周末都在加班 但好在待遇确实不错 我每天还是比较有动力的 我也没有想过再回家乡找工作 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得习惯了 就不喜欢再换地方了 前些日子 父亲也打电话过来 说这些日子 母亲也反思了很多 姐姐也和男朋友分手了 说是男朋友脚踩几只船 也算是知道南方的为人 母亲也知道 当时是错怪了我 就是一直拉不下面子 求我回家 听着父亲苦口婆心的话语 我的心情真的挺酸的 父亲说 母女俩哪有隔夜愁呀 这些天 母亲偷偷地对着我的照片 抹眼泪 就是想让我回到家 好好地坐下吃顿饭 把多年的心结解开 虽然这些年和父亲 也是一直没有见面 可这些年 也就是和父亲一直在联系 何况父亲也是一直在给自己寄钱 对于父亲始终是比较怀念的 前段时间 跟单位请了一个年假 买些礼物 回家看看父母 我以为 我们多年的心结 可以就此解开 可是 我想的还是太天真了 一切 只不过是一场 让我回去的骗局 记得刚回来的头两天 母亲嘘寒问暖 做着我喜欢吃的食物 给我买着漂亮的衣服 看着母亲这样 我的心里 没有太多的欢喜 其实内心甚至有些抗拒 想要逃离这种生活 我知道 那是心中多年的不甘和委屈 这种刻意的关怀 让我无所适从 一个从小孤独惯了的人 惧怕这种温暖的亲情 本能地觉得 这就是不属于自己的 我怕这些温暖的亲情 像是肥皂抛 不经碰 一旦裂开 最后受到伤害的 还是自己 还不如和以前一样的相处 至少 没有给过希望 也谈不上失望 虽然在家中的日子 我过的也不是特别的舒坦 但我尽量不想表现出来 既然全家人都想借此机会缓和关系 就是演戏 我也想陪着父母将戏演完 在到家的第四天 穿着母亲给我买的衣服 说是全家人 好好地下一顿管子 到了吃饭的饭店 我才知道 这明明是安排了一场相亲 当然 如果是一个不错的相亲对象 也就罢了 至少 我知道母亲还是关心我的 可是 我才知道 在母亲的眼中 她的姑娘 却是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相亲 看样子 父亲也是没有料到 母亲托人介绍的对象 竟然如此地不靠谱 甚至有些可笑 那个男人比我的父亲小不了几岁 头顶都秃了 看起来 比我的父亲都老 看着父母在我面前的表演 我终于知道 这一次回来的意义 大概就是让我死心 回到家 父亲倒是难得地 为我的事跟母亲大吵了一架 这时我才知道 父亲确实知道 母亲想要通过嫁姑娘换彩礼 而且 听说要的彩礼数额还不少 但却不知道 介绍的对象竟然这么不靠谱 听父亲说 姐姐以前交往的那个男人 确实不是什么正炉子 哪是什么富二代 分明就是一个骗子 姐姐当时为了笼络那个男人的心 打过胎不说 甚至是那个男人 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个男人说 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 姐姐二话不说 就通过信用卡 透支三十万给男友 父亲说 当时姐姐就像被洗脑了 做事完全的不考虑后果 而且 现在那个男人不知所踪 使用的名字还是假的 现在银行已经开始催账了 再不管款 银行就要起诉姐姐了 今天的相亲对象 家里是一个爆发户 早年丧妻 家里就一个姑娘 已经出嫁了 就是想要再找一个未婚的姑娘 再生一个儿子 继承香火 最好是上过大学 说是为了孩子的下一代 也想找一个受过教育的媳妇 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让大姑娘去嫁人 母亲说 你姐姐怎么能嫁给这种人 姐姐现在又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家庭条件都不错 不能让男方家知道这件事 父亲说 我知道你母亲 想要通过给你介绍对象 要一部分彩礼 替你姐姐还债 但没有想到 给你介绍这样的人家 父亲让我回天津工作 说是 姐姐欠下的债务 就是卖房子 父母也会咬着牙铁下来 或许 这个男人 在这一刻 才终于为了我硬起了一把 本来母亲想要姐姐偷偷拿我的身份证 去办假的结婚证 要不是父亲当着母亲的面 给了姐姐两个巴掌 把母亲给吓懵了 这件事才作罢 看着母亲歇斯底里的谩骂 姐姐一副委屈的德行 我真为这两个女人感到可笑 我什么都没有做 却好像是我的缘故 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我知道 这种亲情断了更好 看着父亲的无奈 我和父亲谈了好久 我一直劝说父亲 最好还是报警 通过法律的手段 追回钱财 何况 姐姐当时借钱给那个男人 也要想方设法找到 现在为了丢人不敢报案 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这种事能够瞒得住吗 姐姐不告诉对象一家 以后他们家知道了 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吗 这不也是欺骗吗 最后父亲问了我 身上有没有多余的钱 可以帮忙周转一下 算是父亲向我借的 一家人哪里用得上借 我把这四年 在外面打拼的十万元 全部给了父亲 大城市挣钱多 但花费也高 这十万元 是我这些年的全部积蓄 给了父亲 我本也没有打算再要回来 也算是 还了父母的养育之情 我知道父亲听了我的话 但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我不知道 我拎着行李走出家门 像是四年前一样 只是这次的心境更加的平和 没有奢望 便不会失望 但我离开这个城市之前 还是见过姐姐现在的男朋友一面 说起来 这个男人 还是我同学的一个好哥们 把姐姐的过往都告诉这个男人了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可姐姐都能不顾姐妹的亲情 我只不过是诉说一下她的过往 也没有添有家促 只不过有我说出这话 真的很是尴尬 后来接到母亲的电话 母亲说 我对姐姐怎么能这么的狠 姐姐千方百计想要瞒着的遭遇 让我全部都给说出去了 现在家里的亲戚都知道这件事了 听说 本来说好的婚事也黄了 姐姐也被单位辞退了 姐姐现在都不敢出去见人了 母亲说 我是在报复 但不管母亲在电话里 如何的发泄情绪 我都不慎在意了 挂断母亲的电话 又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 人啊 要为自己而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